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要講的是聖節生活十架道路 這關於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關於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耶穌說 祂為我們使好 好像羔羊一樣 好像羔羊一樣 我們都知道 在羔羊的保血怎麼樣 讓我們能夠得到一個復活的生命 耶穌成為那個戴罪的保養 那耶穌也說 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土裡怎麼樣 就死了對不對 若是他如果落在 就人就一粒 他如果落在土裡面死了 就能夠結出很多的子力出來 那我們今天要來思考的就是說 我這個人如何在我的生命當中 其實我們基督徒我們有很多 好像我們已經老生長寒的 其實我們已經早就知道的 一些好像我靠著神我就會有力量 但是明明就很多人都好像感覺到很無力 對不對 然後也很無脈 那到底這當中我的信仰生活裡面 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或者是有什麼關鍵是我不明白的 是我不明白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 一粒麥子 來我們一起來讀好嗎 我們一起來讀來 一粒麥子 如落在地裡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結出許多子力來 各位弟兄姊妹 你期不期待你的生命能夠帶出影響力 期待 好像沒有很期待 這個期待就要大聲一點 你期不期待 期待 對 有時候我們好像在這個 因為基督徒在全台灣的人口數 我們如果要來沾一點全部的平均的話 基督徒在全台灣大概已經6%了吧 甚至有的地方更多 那在這6% 那其實在全台灣裡面 少數還是多數 還是少數耶 但是我們不要因為這個少數 感覺好像說 哎呀我好特 好像很奇特 跟人家不一樣 以至於 我們說樹大 有的人比較大頂 說話就比較大聲 我們就不敢大聲 其實我們就是可以理直氣壯 我們可以坦然無懼的 就是說 是的 我就是倚靠神 我願意 我期待 我的生命一定帶來改變 因為神 要給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就是要讓我們一個帶下什麼 剛才我們說 主打文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對 願你的什麼 國降臨 好那 我要挑戰各位弟兄姊妹 這個國 這個國 好像是天國嘛 對不對 上帝國 對不對 那我請問你 這個國 是虛擬的嗎 還是實際的 如果是實際的 這個國多大 無限大 感謝主 那如果這個國是實際的 又是無限大的 請問 他是不是會勝過這地上的國 他是不是會讓這地上的國 也要成為上帝國 所以我們從這裡 我們就要能夠看出來 上帝的心意 向來不是小小的 神的心意向來不是小小的 所以我們都是屬神的子民 是神國 所以這個國 絕對不是小小的 絕對不是只有 我們好像看到台灣 只有百分之六 的基督徒 以至於 我們就覺得我們好像是少數 我們神向來用少數的 他用少少的人 在他們改變整個全世界 最剛開始是從以色列裡面的 那一個亞伯拉罕 一個人而已 然後就這樣子 在到了摩西那個時代 人比較多了 但是又怎麼樣 又全部又呼呼了 對不對 好多人就在礦園裡面倒閉了 然後又從後開始 你看到最後 猶太人 猶太民主 在這個當中 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 希特勒殺死了六百萬的猶太人 但是我們看到神的選民 仍然在這當中 所以上帝上了下 還不用多數的 他用的是看著我們的心 是不是全然向他 那神就能夠讓他的小成為大 讓那個物能變成有 讓那個沒有力量的成為有力量的 所以我們如何讓我們的肉體能夠有結出一個聖結的子力 然後能夠成為影響世界 然後讓那個上帝的國 不是只有我將來才要上天國 是在我還在世上的時候 我只要去到哪裡 我在那裡 就能夠彰顯神的榮耀 就是神的國要降臨在這裡 那請問神的國要降臨在這裡 那個國降臨在這裡 我們剛好小英當選一年了對不對 大家就都開始在評比了 然後民調了 調查什麼 看看有沒有在治理對不對 看看這個整個施政有沒有達到 好像讓人民更好 所以國很重要的代表什麼 除了代表一個掌權以外 就是一個治理跟管理 創世信第一章26、27節說 你們要遍滿全地生滿 然後要來治理管理這地 治理管理就是這個國 上帝國的彰顯 弟兄姊妹 若是我們所在的地方 仍然沒有上帝的治理 還有管理在這當中 我們還沒有還不能說 神你的國就在這裡來彰顯 那這當中 這個就是我們要努力的 也是我們要來思考的 那到底這裡差錯在哪裡 這裡差錯在哪裡 我們看到耶穌他呼召我們 耶穌他呼召他的門徒說 來跟隨我 然後其實他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你要捨己 你要捨己 然後天天背起十字架來跟隨 然後這裡 路加福音第九章23節說 因為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善掉生命 凡為我善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我們看耶穌他在尋找門徒 他在尋找學生 尋找說來跟隨我 那個背後是什麼 其實不只是跟隨我 然後還要捨己 我想這捨己是我們一輩子的功課 捨掉自己 然後捨掉我心裡所想望的 然後我要把我心裡所想望的 用來仰望神 那對於我們這個活在這個現代的 因為我們的教育都在叫我們 要怎麼樣 要肯定自己啊 然後你要怎麼樣 但是我們在我們的信仰裡面 我們又叫我們要捨掉自己 不想對你來講 這個有沒有對你產生一些思考 或者是增長 我覺得如果你有這樣想過 這是好的 你跟你隔壁的說 如果你這樣想過 這是好的 如果你這樣想過 這是好的 對 因為你有去思考 那表示怎麼樣 這個信仰 它不是宗教 它真的是要在你的生命要發生作用 所以你會去思考說 那到底捨己是要捨棄什麼 我要捨棄什麼 我會不會因為這樣捨己 以至於我成為一個沒有自信的人 等等的 但是我們如果 你時常大量讀聖經 這個時常就是每天 我都會鼓勵弟兄姊妹 每天讀聖經 而且大量的 一天十張這樣子一直讀下來 從舊約開始 有人跟我說 不用讀舊約了啦 讀新約 我們已經在新約時代了 弟兄姊妹 舊約有幾卷 39本 39卷 比新約有沒有 多了 多了十多本 那表示舊約這不重要 舊約如果不重要 他就不需要到三四九卷 那隨便選出幾卷來當代表就好了 舊約是一個背景 背景很重要 今天你要畫一條魚的話 背景重不重要 你會畫一條魚 結果你的背景是畫那個高山嗎 那很不搭嘎對不對 那個魚會不會活 不會啊 那你如果要畫一隻獅子 你背面不會畫海洋嗎 你要畫一個動物 活在那個草原的動物 你如果後面是用海洋 那也很怪 那一頭牛 那牛又睡牛 就是說那個背景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新約耶穌的時候 他的背景是什麼 是舊約 這舊約時代 所以舊約這個背景來成就 在耶穌這個時代 然後從神到底要跟我們說什麼 所以這個新約 他仍然要說的是 我還是愛你們啊 時代雖然改變 我還是愛你們 但你們能救他來跟隨我 是靠著耶穌基督 那我們再從耶穌基督 他所講的 他舊約的背景 舊約的背景 就是一個捷徑 跟我們今天的 所要講的這個上吊生命 然後來舊的生命 這有關係 那舊約 我們看舊約的要獻祭的話 第一個是什麼 會慧慕的話 你要獻祭 祭司要獻祭 第一個遇到是什麼 祭壇 對不對 同祭壇對不對 要獻祭 要先死啊 所以這是第一步啊 然後第二個 同祭壇再來是什麼 洗濁盤 對不對 那個祭司 那請問在這個新約時代 我們已經沒有會慧了 聖典也沒有了 聖典的時候也一樣喔 同祭壇 然後再來洗桌盤 然後再來洗住聖所 聖所 右邊有橙色筆 然後左邊有金燈塔 然後再來 再一個金香爐 在那裡才怎麼樣 獻上禱告耶 金香爐 我們說 用我的禱告 如同新香 往到神 那我們常常會說 那個禁拜有人說 金香爐的禁拜 我記得好像有這樣子的喔 那一個禁拜 其實那個禁拜金香爐 是在這裡了 前面還要從最前面那裡 同祭壇 先獻上自己 要先死 然後再來 潔淨耶 洗桌盆 然後再來怎麼樣 橙色筆 吃神的話語 讀神的話 左邊 金燈塔 聖靈的同在 實際上讓我的是有 有光明的 有亮光的 然後才在這裡 金香爐 最後才進入什麼 至聖所裡面 與神的同在 私恩管座 所以我們 在思考我們基督徒的生活 一定要從地步來 不能省略地步 如果你沒有時常回到 第一步 最剛開始的來想的話 你會發現 基督徒的生命 草木合結 我們所做出來的事後 草木合結 我們所做的這一切 好像風一來就不見了 整個世界的潮流一來就改了 好像站立不住 所以這一個地下的工程 地下室的工程要做好 地下室的工程就是什麼 那個銅濟塔 就是在外院那個銅濟塔 那個洗濁盆 那個銅濟塔洗濁盆 以後有機會 我們再來講 就是你在那個通濟塔上 你的死 有沒有死的透徹 那個被剁開一塊一塊的 那個筷子要燒進了 那個剁開還有八體 所以我是不是願意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子 我們才能夠繼續來成為 這一個基督的生命 在跟隨 跟隨 所以就業的部分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們 我們說定十字架 今天在講十字架的道路 要成為聖節的生活 我們說定在十字架上 然後就是上架生命 所以我已經與基督同定十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凡屬基督 耶穌的人已經把肉體 連肉體的邪情施育 同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保羅 今天我們看的這個加大太書 保羅說定十字架 跟主同定在十字架上 把我自己跟主同定在十字架上 然後我失去了生命 然後我就得到了生命 很吊詭耶 很吊詭耶 很吊詭 弟兄姊妹 很吊詭 所以 你如果沒有與主同定十架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得到一個新的生命 那到底我們什麼樣死 那到底我們什麼樣死 就是你的老我 救我的思想 當我們在伊甸園的時候 亞當犯罪了以後 亞當犯罪 夏娃斯下了那個三棵樹的果子 聖經說他就死了 不要 那其實他沒有死對不對 他的肉體還活著 什麼死了 零死了 零死了 零死了是代表什麼 其實就是他不再 不再跟神連結了 他做什麼事情 就用自己的意思 就用自己的意思來做主 對於現代的我們 不容易對不對 我們到處都要決定 每天都在選擇 早上 而且這個世代太多的選擇 這邊坐 這邊坐 那邊坐 光要買的東西 會不會很貴 家要買的東西 這邊還有一個更便宜的 還有一個材料更怎麼樣的 然後光買一個小小的東西 就要上去Google 然後從很多地方再來比較 好 畢兄姐妹 是不是你也同樣在這些很小的事情上面 煩心 其實不只是這些事情 連你要吃什麼東西 可能也要參考一下 什麼健康2.0啊等等的很多 然後還有什麼很多雜誌 很多篇有人賣給你啊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很多事情 幾乎你會發現 在這個世代 困擾是因為什麼 太多了 然後太多選擇 以至於我們很多時間 都花在那個次要的事情上面 保羅在這裡好像重新 再給我們一陣劍血說 天天與子同定時 同定時就是說 我要尊主為大 我要看到我的生命當中 最重要的是什麼事情 以至於我能夠天天就是focus 一個鄭重 那個像的那個標竿 我來奔跑 至於其他的事情 其實你如果 常常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到你的祷告 是這樣的順序 就是現在 先在那個統計坦上獻上自己 然後再來洗桌盆 一個節慶 然後每天有讀神的話語 再來聖禮 聖禮的帶領到金香爐 當你在金香爐上獻上那個禱告的時候 那個禱告是什麼 代下神同在 而且是推開一切黑暗全世 那個禱告是怎麼樣 那個禱告就是有力的禱告 就是有力的禱告 但是有時候我們 我們禱告有時候好像這樣 成功的 哇主啊 求你啊 就是這樣好像 有時候又很像在列清單 我需要什麼 那我工作需要更順利 那我可能需要一個好的對象 那爸爸媽媽可能也 對自己的小孩子 就是很多健康的身體 什麼 好像在我們要去佳樂府買東西 然後把我們缺少的東西 就寫下來 然後進到裡面就開始 主啊 我需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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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主說 你需要的什麼 我都知道 哇 那我要擋夠什麼 不會了 不想起來 從頭開始 就是 獻上自己 就是主啊 我不再 以我的 我自己為主 我自己要下的那個寶座 讓你來去寶座 弟兄姊妹我要說 其實這都是老生常談 有時候 當年 你比較年輕 可能會覺得 啊 從小聽到大 但是你一定要求神 讓你經歷 經歷這一個 如何到金香談 那樣子的一個禱告 這樣子一個祭壇老靠 是獻上自己為祭的 我今天是跟我們也唱到了 老師 羅馬書十二章第一節 弟兄 我以慈神的之悲 請你將自己的身體獻上 成為國際是理所當然的 獻上自己為祭啊 然後再來呢 寫著本呢 潔淨啊 潔淨啊 潔淨什麼 不只是潔淨我的手腳 這新約那個潔淨更代表是 我的心思意念 你的心思意念 願不願意讓神來潔淨 願不願意向神來敞開說 主要求你來潔淨我的心思意念 如果你願意讓神來潔淨你的心思意念的話 是 你要先讀神的話語 就是進去裡面吃成色底 天天讀神的話語 讓神的 神的法則 神的教導 是在你的裡面 要不然 我們的心思意念裡面 所充滿的 就是從我們的教育裡面 教導我們的那一些價值觀 因為我們不是猶太人 從很小我們就會教導他 我們仍然雖然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仍然把我們的小孩子 送什麼 送到補習班啊 送到才藝啊 就是向著這世界上來學 除非你爸爸媽媽從小 你就會知道說我要教導我的孩子 要不然我們也是送到主日學 也是送到主日學老師來教 可是誰又知道主日學老師 他是不是從小就是主日學長大的呢 現在教會有一個普遍很多 主日學老師 甚至是主日學校長 其實他從小不是基督徒 我不是在講你們教會 我是講一個普遍現象 也不是在講我以前有在過的教會 不是我現在的教會 我在講一個普遍的現象 就是很多特別是長大會的 因為我們通常結婚 另外一半那個姊妹都會來信主 就會來信主 那因為很年輕啊 然後也很有才幹啊 能夠 所以他就最後可能很願意 就成為教主日學的 然後他就成為主日學校長了 但是這因為主日學老師 校長他從小沒有受過主日學教育 然後他在這過程 就是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裝備 可能就是要洗禮的時候 上個洗禮半 然後再來 這整個就約的部分 但其實沒有開始這樣建造 沒有大量清神的話語 在這個神的法則 這當中沒有明白 結果他在教我們的孩子 這是值得我們來思考的 值得我們來思考的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神的話語 在我們當中 我們就沒有辦法活出來 那我們如果有神的話語在我們當中 我們就容易信到說 主啊我願意讓你來掌權 我的心事願意願意與你 同定在十字下 我的邪情意念 我人本性的慾望 都願意在那裡 保羅說天天與主同定死 你就與主怎麼樣 天天有那個獲活的生命 就是得掌生命 這個就是吊詭 你如果沒有先死 就不會活 就不會活 就每天在那裡增長 就每天在那裡好像 喚氣不順 因為裡面充滿了是屬世的價值觀 結果又要 又要有那個 神的教導在這當中 那個生命其實 會喚氣不順的 不曉得游泳當中有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那個不順 所以你要調氣 要調好你的生命 就是先與主同死 然後說與主同活 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 來我們一起大聲的把它讀出來 我已經與基督同定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4月份我們3月才剛過那個復活節 我記得復活節的時候 我們將會有品格影嗎 品格影大部分就是都是 不是基督徒的家庭的孩子 小學生 來 那我們的品格影的老師 在講那個復活節的故事 我就我在旁邊聽 然後他就說 啊耶穌啊 然後死了 然後復活了 找不到 就是那個故事 他說我就跟跟老師說 再給我死 你知道嗎 因為故事要結束了 我就法子下去給小朋友 五十多位小朋友 我說耶穌復活 就是要給你一個復活的生命 這個復活的生命能夠勝過 就是耶穌為什麼要死 就是因為我們有罪 那小朋友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樣的事情 結果小朋友都說沒有 你有沒有說法 沒有 那都沒有 但是說沒有關係 現在牧師把子發下去有病 那如果你覺得從你懂事以來 你覺得你曾經做過一些 真的是上帝喜歡的 那你可能沒有聽媽媽的話 或者是等等一些不對的事情 錯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寫下來 你把它寫下來 那個就是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盯著耶穌基督 然後就跟他同死 然後你就會有那個復活的生命 耶穌要把你的罪來除掉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小朋友五十幾個人寫下去 因為也有一年級的 不太會寫 大部分都交回來了 好像三個沒有交而已 當中 哇 鈴鐺滿目 我就趕快看 因為隔天 我們教會的大人也寫 我們在成人禮拜的時候 一場一 只有一場禮拜的時候 我也帶領 兩場連法語 我都帶領他們 做這樣子的一個儲罪 結果我們看小孩子寫的 媽媽叫我要讀書 不要看電視 我偷看電視 然後我寫評量 我偷看答案 然後媽媽出去的時候 我偷滑手機 然後偷打弟弟 然後看同學拿他 牽筆盒的那個橡皮擦 等等的 那我很驚訝 有一個小朋友 他竟然寫耍廢 耍廢 就是懶散啊 耍廢啊 這個年輕人的那個 用詞 小孩子他 他能夠在那個帶領之下 聖免之他讓他知道說 耍廢不好 我讓他寫說 我無能為力 我覺得這樣做不對 結果 叫做無獨有偶 有偶的 隔天奕約兒童的 我們的大人裡面 我讓他們不記名 而且我沒有說 弟兄姊妹 你要把你想要認的 要用文字寫出來 我說你可以用一二三四 那我們相信 因為說的寶雪 必要帶領我們得到結晶的生命 結果在大人裡面 大概有四五個人 一些懶惰 懶散 睡到自然行 不想 不想 對這個家庭沒有責任 等等的 所以我們從這裡也可以看到 這整個世界 讓我們的生命 好像有一點攀斷掉了 在我們跟神的關係 所以 時常我們要來面對 時常我們要來面對 就是這一個 銅氣壇再來那個洗濁盆 那個是最重要的 那個是每天的 我們每天吃飯啊 我們每天洗澡啊 我們每天洗臉啊 我們每天刷牙 那我們的生命呢 我們的屬靈的生命呢 我們信仰的生命呢 我們有每一天致死啊 我們有每一天把我說 主啊 求你來憐我 赦免我 主啊我真的是 在這一部分 我沒有辦法 求你來憐我 赦免我 竭盡我 以至於我們讀神的話語 怎麼樣 才會有滋味 才會有滋味 第三點我說 耶穌基督 我們同定十字架 哪些要來同定十字架 我們在聖經裡面 常常說 聖靈跟情慾是相爭的 那情慾是什麼 情慾就是我們的 生理心靈的一部分 那他們相爭 那我要致死我的情慾 情慾在那個 現代中文藝本的話 他是講人本性的慾望 我覺得這更貼切 說到情慾 我們就會覺得說 好像沒有 我們就直接會覺得說 是在性的部分 可是沒有那麼狹隘 那個情慾就是指你 本性的慾望 就是這個也要 那個也要 那個也好 那個也要想買 很多我們想要的 但是這當中有多少是我們真正需要的 所以我們人本性的慾望裡面 其實我們失去了神的同在 從亞當那個時代 我們這一部分 就已經混亂了 就已經混亂了 所以我們重新回到耶穌基督裡面 做一個調整說 主啊 你在復活的生命臨到我之前 我願意捨去我自己 讓你的生命成為我的生命 這也是約喔 我們是以神有約的 這個新的約 耶穌基督的身體為我們捨了 為我們捨了 因為他生命捨是要什麼 因為我們是在罪的捆綁裡面 所以他才要捨命 以至於我們能夠得著釋放 能夠不再成為罪的奴仆 弟兄姊妹很多 特別是長老會的那個弟兄姊妹 甚至是以前有一位長老跟我說 牧師我們傳福音不要說罪啦 這樣子人家就不相信了 但是好我們不要說罪 但是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一定要來認識 什麼叫罪 罪跟罪行 有時候我們中文只有一個罪 其實跟英文不一樣喔 就是那個罪是講我們的罪性 那當然也包括罪行出來 罪性 罪你沒有射中目標就是罪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 一個神學家馬力路德說 當你背對上帝的時候 那個就是罪 當你背對上帝的時候 那個就是罪 弟兄姊妹 如果這樣子 當我們背對上帝就是罪的話 想想他在我們一天的生活當中 有多少時候 我們是好像很沉溺在罪裡面啊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死就是唯一的方法 你跟你隔壁的說 死就是唯一的方法 死就是唯一的方法 把你的老我 把你的肉體 把你的情侶 還有這世界上 所要嫁出給你的這世界的網 他所要給你的那種 是是而非的觀念 都跟耶穌基督統定十字架 有一位宋尚捷博士 我想你們也 大概都聽過他 他把他的博士的學位 當他要回到中國的時候 就把他丟到海裡面去了 那他是一個奮心教 就是他在講道的時候 他通常會挑望很多人 然後他常常會帶一個 小小的一個棺材的道具 表示怎麼樣 就是要死啊 成為基督徒你就是 又死了沒 他常常就拿一個實際的道具 上次宋尚捷博士 他也曾經來過台灣 然後我也看相片 知道他去過台南神學院 感謝主這個分信家 他就是說 你要與主同定十字架 要死了 然後你才會有一個新生的生命 弟兄姐妹 你看到那個上面 不要懷疑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大概十年前的我 因為找不到現在的相片 我去到韓國的時候 有一間教會 那一間教會 叫安提亞教會 他的教會很有錢 都在宣教 但是他的教會 建築物的本體 是鐵皮屋 所以有人叫那間教會 叫做鐵皮屋的教會 因為他們把錢 用在那個重要的事情上面 所以他從宣教師去蓋的那樣子的防護 他就用那樣子的防護 繼續 只是裡面就是也有冷氣把它弄 但是他外表沒有追求 那一個牧師我一去 他就把他的相片放在這樣子的上面 他說 這一個人已經死了 這一個人已經死了 與主同死 然後他怎麼樣 然後現在活著 不再死亡 弟兄姐妹 當你成為基督徒的時候 你有這樣的決心嗎 你先要有這樣子的決心 然後你再跟神說 主啊 有時候我實在是死不去 在那邊天人交戰 祢是給我力量 祢幫助我 這一個重要的 一個主要的就是 我知道 我一定 這個老我 這個肉體 還有輸世界的 我一定要死 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裡面 就是活在那一個正戰當中 沒有關係 因為我知道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怎麼樣 我凡事都能 以至於我站出來 我就知道我今天 我已經得到神 那個護火的力量了 向著這個世界 所要引誘我的 我是有神存在的力量 但是向著那個 要引誘我的這一個整個世界 哇來了 我們去唱歌啊 然後唱完歌以後 我們再刷他什麼的 笑著那個 我就可以耍飛了 這個世界 要引誘我的 好像要遠離神的道路的 我怎麼樣 我就是可以當成死人 不為所動 所以這裡面有雙重的意義 雙重的意義 當主耶穌在那裡說 來來跟隨我 你的裡面的生命怎麼樣 就活活起來就歡喜了 說到主耶穌 你的內心裡面 就充滿了喜樂甜蜜 你就說 哇對 這個就是正當 這個就是神所喜悅的 我也喜悅 我要來快跑跟隨他 這個時候你的生命是什麼 是活的 復活的生命 但是向著那個 引誘你的 沒有關係啊 當基督徒哪有那樣子的 我看過我其他朋友 基督徒沒有 趕快啊 我們來玩手遊啊 什麼的 那我告訴你什麼 到處去玩 禮拜天也不一定 一定要去禮拜啊 偶爾請假一次嘛 像這個 你要怎麼樣 你要是死的 不為所動 這個就是我們在跟隨神的 十字架的生命 以至於 我就能夠成為那個 同祭壇 然後洗濁盆 然後進入到那個 陳色餅 金燈台 基督徒真實的生命 基督徒真實的生命 有死才有活 來說一次 有死才有活 有死才有活 所以我們每天在面對的就是 怎麼樣在那個 當中活出生命 不是嗎 怎麼樣在這一個 充滿了絕望的世界 我們活出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那個充滿 好像這一個世界的 這樣子的一個體系的價值觀 裡面就是一個偶像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罪的 這樣子的 大部分我們要能夠去分辨 在這個裡面如果沒有死的話 其實活不了 而且那一種基督徒的生命 會很坎坷 很坎坷 我只是很簡單 好像這樣子告訴你 但是你的生命你是需要去面對的 就是面對第一個 你要不要死 如果你這一步都沒有想過說 我因為來這個信仰 我需要有一些捨的話 我覺得你的基督徒的路 可能才剛要起步 面對征戰 最近我在上那個洗禮班 洗禮班裡面有一個年輕的姐妹 是因著她爸爸的信仰才來信的 她爸爸是因為姐姐跟她傳福音的 但是這個爸爸已經過世了 她並不因為她爸爸 並沒醫治 沒得到醫治過世了 她才來相信這個主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信仰是怎麼樣 又生又活著 在她的生命當中 所以她每天在那裡 一步一步的經歷 然後每天大量的讀經 然後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牧師我跟你講 我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怎麼會那麼奇妙 我以前覺得 常常忙得要死 然後事情好像都做不完 但是我現在 我不只我看了聖經 然後我有禱告 好像又多出一些能力 很多事情都可以處理得很好 連我的同事都覺得 他好像不太一樣 我說感謝主 你就繼續這樣活出來 他們更會感到不一樣 那當然 他要面對他過去的一些生命 他過去有一些其他的宗教的背景 他要怎麼樣的去處理 那一個過程 所以那些過程 都是活生生的 都是活生生的 如果你沒有去直接面對 然後說神啊 求你幫助我 然後你沒有去察覺哪一些要去對付 就像我們的那個小學生 他可以寫說耍廢 我真是不喜歡 然後我媽媽不在 我可以玩手機 其實那個是怎麼樣 所以我玩起來很快樂 但是其實不好 我不想沉溺在那裡 弟兄姊妹 你如果沒有去想到這個需要交出來 我們就繼續在罪的困擺裡面吧 所以你要有死 你要先交出來死了才會有活 羅馬書第六章的五到八節 來我們一起來讀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時 就信必與他同活 能夠與主同活 那是喜樂無比的事情 當主耶穌在我們裡面活著 當有時候我們在好像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二十四小時都去想到 主啊是不是這樣 不會 我們有時候還是會在我們的自由意志裡面 但是當你與主聯合的時候 這個自由意志是會在你的裡面 就會有神的旨意在當中 有神的旨意當中 所以我們來看到 基督在我們裡面是藉著聖靈在我們裡面活著 聖靈充滿的生活 就是我們天天願意揹起自己的十字架 你的十字架是什麼 然後來跟從耶穌 你的十字架是什麼 剛才我們說有一些老我 要死掉 今天的那個加拉太書二十三 二十三章 在那個前面二十四章的前面 就有寫到一些事情 他說就是淫亂烏貴 邪搭拜偶像邪術等等的這裡有十五項 好像感覺前面還好啊都沒有 可是到後面你看 哇激怒 醉酒 荒焰 尤其這個荒焰 荒焰荒歡焰嫩 這是我們的新聞裡面好像很多這一方面 在我們年輕人當中 甚至在大學的生活裡面 求主良於我們 這些我們死了沒 我們認為有沒有認為這一些其實是不對的 是阻礙我們基督徒的生命的 好 再來我們來看看 聖靈的果子 聖靈的果子 仁愛喜樂和平 這些九種果子 有沒有在你的裡面活出來呢 仁愛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 尤其最後的節制 節制 節制 在我們現在的生活當中 我們能夠活出來嗎 活出來了沒有 如果我們能夠 自使我剛剛所說的那些 然後再把這些聖靈的果子活出來 那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生命 就能夠跟隨神活出聖結 活出聖結 在於你的選擇 也很多選擇 這個也是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就是選擇什麼 我要順服聖靈 然後我要順服聖靈跟隨耶穌 或者是你要選擇是 隨從你的情欲呢 隨從你的人的本性的那個欲望呢 我現在用短短的時間 帶領大家 請你閉上眼睛 我想我每一次聽講到 如果能夠在這個當下聖靈感動 其實就可以了 一個提醒 求神幫助你也光照 讓你想想看 你要還有什麼樣的事情 是還沒有 好像把它交出來 好像那個主權還在你的手上 你願不願意 在這個時候 在這個時候 你就做出這樣的禱告說 主啊 就是這一件事情 我只有自己在那邊煩惱 想要怎麼決定 但是我沒有交託給你 主我願意交託給你 弟兄姐妹 就是這個時候 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身上 或是你一點點想不起來的時候 你就搞到說 主啊 求你來光照 在我的生命當中 帶領我 帶領我 進入到這樣一個聖節裡面 因為 如果沒有聖節 我連統計坦 都沒有辦法上去 那我的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個 有根有基的 在這個實價的道路上 不是只有嘴上 而是我 身體力行 特別在我的心 主要求你來接近我的心 弟兄姐妹 你思考 你來想 你來反省 有沒有來一些還沒有知識的 就再把它交出來吧 求主來憐憫 求主來憐憐 讓你的每一天能夠專注 當你呼求神的時候 你就能夠專注 當你呼求神的時候 你就能夠知道 神 他就是那一位應允你的 心中所有那一切的 懷疑 被拿掉 主我們來到面前 主啊 我們帶著我們的本相 主 我們沒有辦法靠著自己 來親近你 乃是耶穌基督的保險 遮蓋 釋放 讓我們得著自由 有這樣子的一個坦然無懼 以至於那一條道路是結境的 主啊 求你憐憫我們 主求你憐憫我們 有時候我們甚至連要怎麼悔改 我們都不知道 主啊 有時候連我們哪裡得罪的你 我們都不知道 主啊 但是我們能不能來到你的面前 因為你是不離不棄的神 主啊 求你為我們推開那 所有一切的蒙蔽 黑暗權勢 撕裂那所有一切蒙蔽 在我們眼睛的帕子 主啊 除掉那 我們生命當中的無知 除掉我們生命當中 已經被這世界的所有 不對的價值觀所玷污的 主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恢復 恢復我們的生命 向你起初所創造我們的那樣子的受寂 主要恢復 恢復我們的生命 教導我們 教導我們 因為 天國的福音就是 我們要悔改 天國的福音就是 我們要悔改 主啊 但是我們 期待天國降臨 但是我們不會悔改 求主你來怜悯我們 帶領我們進入更深的 更深的裡面 帶領我們的信仰是進入更深裡面 破除那所有一切的假象 還有宗教的外表 主啊 我們要與主人的關係 更真實 更深入 謝謝你 用今天的信息 提醒我們 也求聖命封存 我們今天每個人 我們所領受的 要在這個禮拜當中 不斷的 不斷的 對我們說話 不斷的帶領我們的生命更新 感謝主 你是賞私給我們一個 激生命的主 也是重新讓我們得著力量的主 謝謝 這一切都是真實可得的 我們這個禮拜 我們每一天 都要真實來經歷 感謝主這樣祷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祂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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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